永安白货 今天和大家拍摄 4K 拍摄 不知是否给美帆 这些比较旧色 不算旧 但永安很久历史 永安 感觉上也有很多年 我没有拆过激动 但不要紧 永安在这里 相当光明 激动也有用 这些商场比较 old school 这些商场 所以不太适合我们 即是上一代 所以很 old school 的一些衣物 不是 old school 即不是我这个年纪 这些帽子 英女王时代的帽子 不是英女王 经常看见照片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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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经典的东西 也有限定的价值 底层应该是什么 看看 看一看 我昨天在室内的地方 炒了 现在开始也有少少 但如果商场够光 都没有东西 也试一试效果 这些东西 很大 买些百货用品 炒了 我都要拆掉 Anti-filter 好 立即日出 拆掉Anti-filter 想再挑战一次 但如果室内 Anti-filter 就要小 但不安装 今天也有很多 很多人 都很便宜 五折 四十多元 那些地毯 永安 坦白说 我还未完整走过一次 基本上 感觉是 旧式的商场 但很熟 一些老人家 欢迎 入得来 都比较上了年纪 他没有东西 又可以任你拍 反而新式 Donky 那些 不让你拍 好 今天就买些沙煲 晚餐 杯杯碟碟 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一个比较旧式的商场 我自己看 但也很干净 企丽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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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族用的 筋筋叉叉 很贵 这四个东西 这四个东西 要980元 很贵 金色 哇 谁能买得起 谁能买得起 没有看错 590元 酒杯 神经病 这四个东西 只要买到 几百元 这四个东西 永安 就有这个特点 什么都好像 有些 有便宜有贵 当然 真恐怖 日本製的 998 水壶 很多水壶 每个人都进来超市 逛街 外面的街道又冷 好 尝尝 好 逼满 人 原手技术 这么厉害 不好意思 好 先上去 上面 上多层 看看 有几层 底层 一层 两层 三层 再多一层 还有这些女装 这一层 这些全都是大妈款式 一看下去 就感觉到大妈味 当然 鬼妹穿得漂亮一点 哇 那层大妈锤 真是难顶 有没有感觉 大佬 公仔配出来也不漂亮 哇 受不了 哇 浓烈的大妈味 哇 受不了 很折磨 好像回到古代 哎 受不了 然后就 小朋友的衣服 突然之间 好像有种 搞哪一层呢 这些衣服的风格 那是给什么人买的呢 那这里就 玩具区 小朋友那些 小朋友就没所谓 那些小朋友衣服 再上一层吧 拜拜 拜拜 好 这层真是罗命 啊 好大妈 很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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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电梯也很简单 就是它上来 旁边的那条就是上去 所以要知道 有些很狡猾的商场 就不是的 要你兜一个圈 这样的 信和就是 信和你兜一个圈 你才上去 OK 哦 这个是顶层 就 袋子那些 都要499 搞得错了 一个 不觉得有什么特色的鞋 哇 那种 永安那些 是不是老人区来的 老人墙来的 毫无焦气 你掃下去也是 六七十厚的 那种感觉 有些网友叫我走永安 飘到大整股 哈哈哈哈 你习惯DONKEY 你觉得 哇 真是 这些一常用品 都可以放下来 我想要不要买行 行李箱 去英国 要不要买行李箱 那这里买行李箱 当然不值 还是带个大背囊 也算是 一堆堆的行李箱 一堆堆行李箱 正在想想怎么走 也不是怪的 六百多元 有个小小的行李箱 很划算 很划算 很多行李箱 很凶狂 有些人买傢俱 現在的樣子 但當然沒有現在的樣子 很漂亮 很多售貨 看著我 看著我 有種壓力 拍攝有種壓力 暫時沒有人阻礙我 整個 永安 就這樣 永安路人場 拍攝到這裡 多謝收看